東雄市區早上不但降下了大雨 在中午過後 甚至還吹起了大風 而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在高雄美術館附近 可以看得到 其實這裡是豪宅區 不過放眼看去 卻是變成汪洋一片 不但露宿倒成一片 馬路變成黃色的泥流 還有許多民眾 騎車或開車來到這裡 基本上是動盤不得 因為目前 整個美術館周邊的道路 有許多個地方 都出現積水 有如就形成了一座孤島一樣 像我們剛剛從高雄市區 要來美術館周邊 其實走了好幾個道路 經常到了某個路口 就被阻隔 然後就得進行繞道 因此可以想像得到 目前這個豪宅區 卻是變成了有如高雄市的孤島區 根據了解 在高雄市區 其實在左營地區 光是之前一個小時的降雨量 就降下了超過五十毫米 而且三個小時的累計雨量 更高達有一兩百毫米 顯示得了目前出 高雄市除了這個風勢之外 還有這個雨勢 也是相當精神 以上是我們所找到的情況主包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